辣椒是江西人创造性烹饪的手法之一 同时也造就了江西人对辣椒不凡的理解 在江西就有一种充满回忆的辣味零食 辣椒干 辣椒干是江西传统的地方小吃之一 是由辣椒 糯米 生姜 大蒜子等材料制成 从农户家收来的本地土辣椒 一筐一筐地洗干净 大的用来做包衣 小的则可剁成内餡 辣椒一波为二 将辣椒 糯米 生姜 大蒜子的混合物塞满内部 撑到圆谷谷 才是自家做的用料结实的辣椒干 待柴火灶的水烧开 把辣椒干往灶上一层层摆好 十分钟的功夫 辣椒便蒸得上了红温 蒸熟后 晾晒是最后一道工序 在四十度的天然烤箱下 晒上三四天 越是毒辣的阳光 所需晾晒的时间便越少 若遇多云或是雷雨 则需要的时间更长 时不时地在太阳底下暴晒 给辣椒干们翻个身 以便受热均匀 晒够了便接应干节 晒不够便软烂不成形 似乎成败之间 只拒绝于老天爷的一念之间 小时候 这就是一道藏在橱柜的左舟菜 长大了 变成了好货难求的小灵嘴 做的人 慢慢老去 只知之不再 剩下的人 未来还有谁 能做这道家乡的杆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